第一次来大理的我想着留三天应该足够了吧 于是前两天我悠哉悠哉在海西慢慢地晃着 贼舒服 可是在第二天的晚上我突然意识到 海东环线这么长还有这么多景点 心有不甘的我立刻包了个车 看来第三天要变身特种兵模式了 实话实说特种兵旅行一天下来确实很累 所以即使像我这样一个人旅行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都不太推荐 但是奈何贪心的我想在这有限的时间里 尽可能地缓海一周 好在司机师傅给力 紧张的行程压缩了我的体验 但却没有压缩大理的景色 今天我们是在大理的第三天了 然后今天我包了个车 一会那个司机师傅会来接我 我打算让他带着我还阿尔海一周 然后因为这两天我们都在海西转 所以我想去海东那些景点看看 然后那边就你要不就租车 要不就包车 有一些景点 它那边好像都是沿海的公路 那我们走吧 今天我们从大理古镇出发 还海一周 重点会放在海东的景点上 一路由南向北 我们会依次参观张家花园 新盛大桥 文笔村 小普陀 沃沃山 最后以双廊古镇受尾 是不是听起来就是很满的行程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快出发 所以现在的话 它是叫白族王宫 也就是我们白族 用它来传播历史和文化的战定 张家花园始建于清朝末年 历经多代人的精英和修缮 成为了当地最具代表性的白族民居之一 根据金花导游的介绍 它的建筑风格是三仿一兆壁 四合五天井 身处其中 我自己还是很喜欢这种充满白族特色的建筑风格的 这个张家花园其实还蛮漂亮的 我蛮喜欢这种古色古香的建筑 后面这种 一路向上爬可以到达一处观景潭 远眺而海 同时这张门票也包括了一次饮茶体验和一场表演 大家可以发一波弹幕 猜猜价格 说实话 90块钱一张门票 我觉得有一点点小贵 因为它的面积不是很大吗 也就3A景区 然后你喝个茶 它的表演 有一点点贵 银元宝 金元宝 我们现在到了下一个景点 新盛大桥 其实之前我也来过这里 但是没有机会拍拍照 然后这里感觉风景还不错 然后打算飞一下无人机看一看 新盛大桥作为大理境内的重要桥梁之一 连接着大理古城和海东的几个乡镇 大桥全场1.8公里 同时两端也设有观景平台 走在桥边可以看到打闹的小朋友 拍照的游客 挑战的商贩 还有游泳的市民 当我飞起无人机的时候 新盛大桥 搭配着深厚的下关镇与苍山 一幅很美的画卷 展现在我的面前 我刚才还问包车师傅我说为什么这两天都看不到海鸥啊 他说海鸥都冬天来 然后他跟我说冬天可以再来玩一次 海鸥 樱花 然后麦浪都非常好看 给我留下一个巨大的念想 离开新盛大桥 我们往下一站文笔村出发 从这里开始 我们算是真正进入了海东路段 慢慢的广阔的海面浮现在前方公路的左侧 此情此景 一下把我的回忆拉回了多年前在台湾环岛的场景 而当下我的脑海中也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首沿海公路的出口 进入文笔村后 我的第一件事是早点吃的 我走进了街边第一家咖啡店 很喜欢这里的景色 面朝尔海 虽不是春暖花开 但微风拂面 也算怡然自得 更让我惊喜的是 这家咖啡店竟然就播放着我心里哼唱的歌曲 我忍不住和做咖啡的小姐姐聊上两句 你们这里的歌都是谁选的呀 我选的 好好听呀 谢谢 因为刚才我从底下过来嘛 然后我看这海我就觉得哇 这好像台湾啊 这好像台湾啊 然后然后我脑海里都是那种你知道就台湾那些的歌 然后我坐这一听我讲这好有意境啊 这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刚刚肖敬腾的呀 周杰伦还有是不是还有SHE的歌 对对对对 我讲哇这不就我脑海中想的画面吗 然后从那个角度然后看你们在做咖啡 我讲哦好有意境啊 没看来到我们做一个巨隔壁 听个这个四周的 那我喜欢这一个 现在要去哪里 我现在我打算现在在这个文笔村这里转一转 因为我才上来嘛 然后我就要坐 可以走是吧 对我打算就在这看看拍拍照片 今天刚刚听出场 昨天天气不怎么好 就是阴森森的啊 是吗 我昨天在那个叫什么喜州古镇那边 然后我觉得一般般吧 因为我感觉古镇都有点大同小异的感觉 商业化太严重了 好谢谢啊 好谢谢 我个人认为来文笔村还是主要拍拍照 红黄蓝三色的元素随处可见 无人机俯瞰海边的公路 时不时一辆红色的观光巴士路过 也是很扬言 我感觉这个地方可以来打架卡 然后不用沿的公路走太远 我是最推荐的就是在这边找咖啡厅坐 然后喝点咖啡 然后看看海 特种兵继续全境 下一站是一个特别小的岛 小普陀 出来没多久我们就到这个小普陀了 就是身后一个非常小的小岛 那个司机师傅跟我讲 它上面就是有个小寺庙 这其实就是一段非常短的站道 从这头到那头 我感觉可能也就几百米的距离吧 我觉得可以停留一下吧 留个15到20分钟 看一看 如果有无人机可能会比较好看 我刚才跟那师傅聊天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想环岛的话 其实包个车蛮好的 因为你租车的话 你还要考虑停车场 然后你还要管油费停车费 但是你包了个车 这些你都不用担心 从小普陀出来 稍微开出一点距离 就到陆沃山了 这次司机师傅停好车之后 打算和我一起下去走一走 从沿海的公路 下到最下面的沙滩 这段路还是有一点陡峭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走过去摸一下这个湖水还是海水 管它叫什么 感受一下 还很舒服不凉 刚才就从后面那个小道下来 这里也不算沙滩吧 底下都是石子 但是有点海边的感觉 天然形成的一个洞 然后背在这开树 你看 这就是一个岩洞 好凉快啊 里面 沙滩上一段横躺着的树杆 成了大家拍照的坐标 我用相机记录了几张美好的瞬间 我用相机记录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我们现在打卡 算是最北边的一个景点 双廊古镇 这里面司机跟我说 有2.6公里的一个步道 然后我们就一直沿着走 看能不能走到海边 看过我前两期视频的小伙伴 已经知道 在大理待了三天的我 已经对古镇产生了免疫细胞 所以来这之前 我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而相比前两天的大理古城 和喜洲古镇 在双廊里可以看到海 还是有点让我欣喜的 我一路往杨丽萍的太阳宫前进 只可惜这里只开到中午12点 因此我也只能在海边的石阶上 走一走了 貌似他参观预约的时间过了 中午12点就结束了 那你连这个小道 还是去耳耳边看看 还是什么样子 好窄的一条刀 旁边的大石头 应该是个观景平台 后面这些建筑都爬满了藤蔓呀 在海边 我估计上这种观景平台应该景色不错的 上上下下好多台阶 转完了走出来了 我感觉可以看一下 但是有点局促 除非你能预约上太阳宫 它是9点到12点 每天免费预约 当然我也不是一无所获 在大理的最后一天 我终于买到了满意的冰箱贴 也顺便给我爸搞了一包当地的咖啡豆 逛完特种兵的最后一个景点 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 我们马不停蹄地从上关往大理古城开 一路下岸将近50公里 等我们回到民宿的时候 也都已经晚上9点了 我只能说真的是特别充实的一天 我今天来吃完米线吧 明天就走了 还没吃过米线 拔肉米线 水性洋花 这个水性洋花真的蛮好吃的 最近我觉得蛮好吃的 蛮清爽的 一天的特种兵行程结束了 又累又充实 虽然确实看了很多景点 但也觉得多多少少有点走马观花 如果放在别的旅游城市 我可能也就无所谓了 但是在我的心里面 大理就是一个需要慢下来的地方 听风的声音 平海的韵味 所以就当给下次的重逢留个念想吧 OK 这就是我初次来到大理的全部经历了 从刚下飞机的位置 到离开时的不时 一游未尽 可能是形容这三天最好的词语了 看了很多风景 交了许多朋友 也尝试了不少新的体验 有没看够的 也有已看透的 我仿佛只是揭开了大理一层神秘的面纱 却没有时间仔细端详它精致的五官 我确定 我会再回到这个有风的地方 慢慢喜欢你 慢慢地回忆 慢慢地陪你 慢慢地老去 最后的最后 如果你觉得我这三期大理的视频拍得还不错的话 请记得帮我一键三连 世界真的很大 一定要出去走一走 那我们 See you next tim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